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歡迎回來大爆死 BANDAI 模型跟你砌一砌 阿死又是時候跟大家砌坎普啦 高達模型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BANDAI XG 1比144 DEMIBADINGU 迪米巴迪古 相信如果有看《水星的魔女》這套動畫的朋友 上星期都看到《著著超人》 《澳門的超人著著》的英姿 這套動畫是早幾天出發的 《日本正日》是6月10日 本身打算今天會剪好超手機神短空我 不過發現好像有很多東西在做 不如開了一點簡單 讓我砌模型娛樂自己 不說那麼多了 開來和大家玩一玩 迪米巴迪古是布里翁社開發的試作型機體 本身這架機體是配置給蔡西利亞用的 不過學員受到索一魔靈高達的特集 大家性命危在單值 蔡西利亞我們的大腿擔當 為了讓大家的存活率提高 於是就將這架機體交托給我們的著優者 著著超人 這就是《水星的魔女》第20集的劇情 故事就講完了 先講一下模型 武器方面就有《Beam Rifle Plus》 大家最深印象一定是穿著拿來當棍子 準備咬人 另外就有《Beam Saber》 兩枝 配件不多的就只有兩款三件 這個迪米系列終於有《Beam Saber》 感覺到這架機體是比以前更厲害了 幾乎講漏這個拍子 這個就是被背包 《Barberry Pack》飛出來 獨立飛出來的時候 連著背部的一個飛索拍子 鐵線來的 可以任意扭曲 先看了一個本體 不過看之前要講一講 其實這架機體的平衡是非常困難 因為它的背包《Barberry Pack》實在太重了 它經常會反按照 為了不要擊傷自己 我就用了地台撐起它 好 轉個圈給大家看看 先試一下 咻از 妖場一周 完筆 今次、迪米巴 迪鼓機 sna 及之前玩過的 smoother My Trainer 舀著專用肌 其實也是出自海魯轉兼鍍的老師的手筆 所以依然承襲了滴米系列很有30mm機的感覺 即使他有些新家的拍子, 都是很有那個感覺 大家應該看得出跟Demi Trina有一個一脈相承的感覺 你會感覺到系譜的進化 你會感覺到他的仙條比較洗練 即是肩膀、前臂這些, 你看起來的感覺是起角一點 沒有那麼鈍、Modern 一點 你會感覺到這架機真的強化了 真的是一個新款, 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今次裝甲這些位置的顏色就跟之前Demi Trina不同 Demi Trina 用了一隻類似黃色偏黃一點的顏色 今次就用了一隻類似泥色的顏色 我不懂怎樣形容這隻顏色 大概是差不多的感覺 現在不如我們看看哪些位置要貼貼紙 有哪些位置要自己補色 我們近一點看看 坦白說, 今次的分析我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之前的Demi Trina 近乎原理分析貼紙又非常少 今次的新帽是不是起角一點?難分建一點? 不知道, 那不說廢話了 大家應該第一眼看到胸口的綠色尖 那是貼紙 肩頭是最多貼紙的 大家看到有類似排氣口的灰色圈 1, 2, 3, 4, 加上後面 5, 6, 7, 8, 8個 其實都有貼紙的 不過我就自己游了 好, 空口前面這個排氣口 都是有貼紙的 另外最大張的貼紙一定是肩頭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灰色的地方其實有一張貼紙 這個有個黑色圈圈灰色底的位置 都是貼紙來的 我就頂不住了, 自己全部游了 另外, 後面這個browry pack 類似Monitor 都是一個貼紙來的 講下一些需要補色而沒有貼紙的地方 大家看到肩頭這個白色的喉管 完全沒有分件, 沒有貼紙, 沒有其他 要自己上色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阿死竟然不會有白色呢 在後段少少會再講下我用了什麼油 OK 除了白色的喉管 另一個位置要自己上色的就是 前臂灰色的圈圈 也是完全沒有任何分件和貼紙 這兩隻色都易補的 都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另外有個位置 大家應該看到 好, 跟之前Demitrainer 一樣 那個眼是否這樣叫呢 總之, 頭有個透明綠色的部分 我就塞了一塊銀色的貼紙在後面 其實除了中間這個位置之外 底下那些都有塞到 不過可能就不太顯眼 眼的大張一點 大張, 不是大張正記 是大塊一點 效果可能會出一點 看看大家有沒有這個需要 如果沒有一張銀色貼紙托一托 又好像眼睛會很暗 這個就適除磚變 好, 試一下可動 頭就左右旋轉 不過因為頭底下 有隻腳 有東西凸起了 所以轉的角度很有限制 還有因為形狀的問題 所以不可以向上望 手就波裝 可以自由旋轉 當然沒有360度 會被Browly Pad頂住 水星全系列都一樣 肩膀的位置 有個Butterfly 裝 就是這裡有個桿 接著有個波裝 刺住胸口 就是這樣 所以就可以拉出少少 OK 手可以平舉 手臂有個水平旋轉 前臂就90度 多少少 OK 又是水星系列的慣例 空這個位置有個波裝 刺住前面的一部分 就可以向前動少少 裙子老樣子 我中間切了一刀 就可以獨立活動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Demi Trainer 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就是裙子 後面的裙子可以解開 這樣解開之後 下盆就可以向上活動 接著大家可以插下一格 腰部可以向前傾 大概是這樣的效果 股關節向前踢 打側也沒問題 向後 如果你鎖死裙子就會頂住 你不鎖死裙子就可以向後踢 OK 大腿有個水平旋轉 小腿有個Double John 可以接幅到這樣 腳掌的接駁 有點實 這個是波裝 腳掌的前半截可以獨立旋轉 後半截其實是一個筍位 可以有少少的旋轉 接著我們看看一些裝備可動 小腿有一個類似Buster 可以旋轉 除了旋轉之外 亦都可以向上推 其實應該是方便拿把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灰色這枝是劍柄 有個這樣的設計 其實都是Demade Trainer 都有類似的Gimmick 接著就到個配包 開邊這枝是波裝 有個這樣的可動 接著這枝炮 就可以向前反 反到這裏 這個炮管也有個可動 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頭部的Monitor 也可以左右旋轉 可動方面大概是這樣 接著試一下這部份 試給大家看看 現在就拿了Beam Rifle Plus 以及將Browley Pack 兩枝大炮 就反了出來 我知道大家會覺得 這枝槍應該不是這樣拿 待會再試給大家看 現在展示這個是正常使用的狀態 其實這枝槍在前臂是有一個扣 我縮一縮 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有個扣可以扣到前臂 穩陣 這個給另一邊手拿的柄 其實是有個可動 可以讓大家調整不同的高度 順便給大家看看 最後兩張貼紙在哪裡 就是那枝來福槍的兩個準星 兩個綠色的地方都是貼紙 竟然間放一些扎行馬的姿勢 是站穩的 就這樣站在那裡 是一個什麼玩法 說回正題 現在就拿了Beam Saber 總共有兩把 剛才也提過 劍柄就是在小腿推進器的前面 這個位置 為什麼我要放一個這樣的姿勢 帶拳頭出來做什麼呢? 其實這個迪米巴迪古 有一個升級 就是在手背的位置 多了兩支火神炮 Fist Falcon 有一個這樣的新升級 所以都展示給大家看 最後就試了這個Gimmick 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背包包 其實可以獨立運作 它有一個部分 就是有一條鐵線 可以這樣連接著背部 跟平時的鐵線一樣 可以自由接曲不同的幅度 其實我覺得又沒什麼好接的 反正這條東西都軟奶奶 都是假裝飛出來的 就有一個這樣的小小的Gimmick 不知道這裡可不可以坐多個人 即是它可以獨立運作 不等於它可以坐多個人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看看故事 剩下四集會不會有什麼表現 不過我猜都未必有 在上色的部分 後管的位置 我就用了Mr.Color97號的灰色9號 大家看到這個灰色偏淺一點 近白色 我覺得會比較接近 海魯村劍武老師畫的原稿 當然大家可以喜歡的 自己配上其他顏色都沒問題 這個灰色9號有什麼好呢 我自己覺得最棒的地方 就是覆蓋力高 它不用油純白色 油很多層 很快就可以油到雲巡 這個我是喜歡的 灰色就是我老樣子 很喜歡用13號這款顏色 也是Mr.Color的13號 我自己用了這些顏色 當然上色這件事沒有說緊局 你可能覺得這顏色好看點 那顏色好看點都沒所謂 亦可以大家留言 聊一下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討論一下 現在就拿回Demi Trainer出來 跟Demi Barningu 對比一下 看上去 其實Demi Barningu 是高一點的 大家應該看到一些線條 其實Demi Trainer 是圓潤一點的 特別是前臂這些位置 Demi Barningu 這些位置 都起了角 以及裝甲 看上去都是重厚一點 感覺是傾向實戰型多些 小腿的裝甲也完全不同 雖然很不同 但你會感覺到它是同一個系譜的東西 就像我剛才所說 至於模型方面 Demi Barningu 其實有一半件是源自Demi Trainer A 和C 這兩版件是源自Demi Trainer E 和F 這兩版件是完全新規的金型 碎低一點的手 A 和C 這兩版的舊件 主要集中在手臂、下盆、大腿、小腿的內扣 這隻側一點給大家看 大家應該會看到小腿是同一個帽子 E F 就是裝甲和Bowie Pack 新的帽子各有一半 組裝的時候都有新鮮感 你不會覺得東西重複、重複又重複 再放一個這樣叮槍的姿勢 大家滿意了嗎? 哈哈哈哈 這盒模型的一些分析、可動、 gimmick 都跟大家玩過、試過了 買這盒東西的時候 大約$81左右 一般HG的價格 六月頭這一水 貨源好像都充足 不用像之前那樣搶搶地、炒炒地 這方面都有些欣慰 文說好像Bandai 的模型生產線 都回復正常 文說是這樣 所以功課都穩定了 不用怎樣吃炒 也不用很難才買到這樣 講一下盒子 最大的不足就是背包偏重 比較難才平衡到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我這兩下是平衡到 這個是有個小麻煩的 不過整體我覺得又組起來 又比想像中有型 另一個我覺得差一點的地方 就是為分析削削的 特別是肩膀的位置 我剛才也講過 灰色又要貼、白色又要油 這個新設計肩膀的分析 是做得有差 不過要油也不難 $81可以油一下模型 都不失為一個好的消遣 最重要的是這架是穿著用的機體 雖然不是專用機 但是也是穿著用的 當然要買 剩下今天一集 剩下四集 繼續期待水星的魔女的發展 看看這四集會不會有什麼新機體 有些新模型要買要搶呢 釋目以待 好緊張 究竟狸貓和迷迷可不可以有情人忠誠眷屬呢? 緊張 好,今集玩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其他東西 就這樣,拜拜